想遇全球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宣布明年遗失台北举行 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特地在官网以英文以及繁体中文宣布 明年1月将在台湾举行在亚洲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表彰亚洲最蓬勃的民主体系的勇气与成就 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是汇集全球民主国家讨论安全议题及强化战略合作的重要国际社会 2009年以来每年都在加拿大举行 300多名政治领导人军事官员和学术界人士齐聚一堂 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与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等政要都曾是做上兵 明年1月在台北举行会议 这是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以外的地方举行重要会议 这一个国际安全论坛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民主的台湾 提醒自由民主社会要协助支撑保护在民主的最前线的台湾 Ziang Wen has been elected Taiwan's first female president Ziang Wen is now arguably the most powerful female politician 今年5月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宣布将2020年马坎公共服务领袖奖颁给蔡英文总统 不过在4月的时候多家媒体报导指出 加拿大政府作为论坛的主要赞助方担心激怒中共扬言不再赞助 加拿大政府否认这项消息 The government has supported and provided funding to the Halifax Security Forum throughout our time in office The minister has participated every year and will continue to On Taiwan I've always supported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forums 加拿大媒体报导关注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明年1月在台湾举行 时间点就在2022年中国冬奥前几周 美国参议员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推文表示 在台北举办哈利法克斯论坛是正确地认知到台湾的成就 台湾是民主与言论自由并封港 是讨论影响众人关键安全议题的完美地点 新团亚太电视 持千里张元亭 台湾台北综合报导 人民一定有十五月 Isn't chegar sytu器楽器算许名全局 第一是列享是体温 Gracias Especially 同志 因为建议和共和党能够成功 真的是韵 שלי 你需要您的跌倒 您不要再会 你